食品大厂统一旗下19项产品 因为使用顶心问题牛油重建 统一表示都将采宽松认定来退费 统一指出在7-11关东煮的部分 因为发票无法分辨麻辣或者是原味汤底 所以只要发票时间是今年7月14号到10月24号期间 都可以退换货 不限口味一体试用 而其他产品因为退换货的手续比较繁复 所以相关办法会另行公告 台湾实战第一的统一泡面也沾到了顶心恶心牛油 让统一企业周末也紧急从台南北上证交所开记者会 针对此事件所造成的消费者不便及社会不安 本公司深感遗憾 中招了17款牛肉泡面可以用商品或发票退费 但要注意有效期限跟发票日期 而管農主则是今年的7月14到10月24的消费才能退费 即日起到年底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各7-11退货跟退费 统一预估下架加上退费的金额总计损失不超过8亿元 总公司忙着善后 统一工厂则是忙着应付地方卫生局的机查 这回统一因为统性公司设备故障 紧急对外掉货15顿 没想到掉到了问题牛油惹了一身心 但民众也直呼倒霉 因为几乎人人都吃过统一的泡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